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四季出貨爆單到明年去囉 發表搭載回答H100的AI高階伺服器 支援英特爾超微平台多GPU的架構 那施崇堂說 資料中心業績五年會成長十倍 伺服器五年業績會成長五倍 趕緊來招兵買馬 那我想問一下這個趙麗老師 我們先從特斯拉的財報來做觀察 他昨天美國股市幾乎都是 被利空給打擊了 包含了財報很多不如預期 加上台階的法術會 也給大家比較悲觀的一個 Q3的一個展望 怎麼解讀一下 特斯拉財報給大家的方向 對 其實你從美股來看 其實在昨天來講的話 其實道琼的部分還是強 那費辦跟NASDA的部分 當然是出現下跌的一個走勢 那其實你從財報跟股價的一個對應 你可以明顯的發現到美股的部分 其實你可以發現 在銀行股的部分 不管是財報好或者是財報不好 就像高盛 財報不好股價還是漲 財報好股價也是漲 所以在美股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非電子股的部分 其實它比較不管財報的好與壞 出現走高的一個格局 可是重點來了 當來到科技股的時候 其實 所以台灣的這些AI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那你觀察一下 美國科技股的財報 其實在兩三天前的時候 叫ASML 艾斯摩爾 其實它的上一季的季報 跟未來的展望 其實都是不錯的 結果ASML 股價來講的話 其實是破底的 這兩三天出現重挫的一個走勢 那你看一下 TESLA的財報來講 你說獲利當然不錯 可是重點毛利率 不如市場的預期 結果股價就出現了重挫 Netflix的部分來講 也是相同 對 它的股價來講 也是出現重挫的一個走勢 這告訴我們一件事 其實你也知道 營養股上一波跌得非常重 所以財報出來的時候 反而有一些 它是出現利空鈍化 或者是利空出鏡 可是科技股的部分 因為它的漲幅真的很大 所以當財報出來的時候 有時候會出現利多鈍化 短線上像ASML就是代表 那TESLA的部分來講 或者是Netflix 當然就是財報不好 股價重挫 那其實你看 你比如說像 當然TESLA的一個股價的一個下跌 對車電的部分 當然產生了一些的衝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今天的車電 有的表現相對上來講 也是比較不好一些些 那另外的 其實你可以看到 我們再看下一頁好了 因為這一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要講台積電 其實台積電不只是護國神山 其實台積電它真的 對很多的美國的科技股 因為你比如說像輝達 你比如說像AMD等等很多大咖的 像蘋果也都是台積電的一個客戶 所以應該說 台積電對於未來的展望 其實會關係到美國的科技股 跟台灣的科技股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台積電其實當然第二屆的EPS等等 其實都不錯 可是股價反映的是未來 因為它下修了今年的一個展望等等 大概10% 對 大概會年減10%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 其實今天台積電的股價就跌了 那你說NVIDIA AMD蘋果等等這些科技股 其實說真的 就是因為台積電對於未來的展望 真的是比較保守 再加上他們自己本身的財報 有些不好 所以出現了回檔修正的一個走勢號 那很多人會覺得 我們先看一下2330的台積電 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這到底是利空短時間鈍化 就是這個地方大概可以買了 還是說它未來會再往下震盪走低還是 對啊 今天這個跳空開低就已經要來回測季線 那為什麼老師會說 今天很多人問說 到底可不可以買了 因為AI概念股 並沒有因為海建的法術會不好 而全部都倒啊 對 好 來 我們先講台積電 等一下跟大家講AI 台積電的部分當然出現了像是要跳空 那以這種基本面 我個人覺得其實短時間要馬上再創高的機會 所以說真的非常困難 因為你的展望就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會讓市場的信心相對 你了不起說 那再整理 了不起這個地方整理完之後 一段時間看能不能再往上攻 搭配的營收等等 不然的話其實我覺得 短線上要馬上利空頓化 當然不是說股價會這樣沿路跌 而是說這個地方找不到股價上攻的一個理由 你總是要有一些比較好的展望 才容易它的股價出現上漲的一個走勢 我想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 那AI的部分 我們再談到AI的部分 AI今天的股價其實表現相對上來講 真的滿強的 對 而且強得非常的異化 對 大家會覺得 還有漲停 對 還有漲停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其實看下一頁的部分 好 AI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今天的股價有些真的 就出現了開地走高 甚至於有的開高走高 出現了漲停板的一個走勢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我覺得當然漲上來之後 大家就會說 因為台積電對AI的看法 相對上來講是正面的 對 說儘管庫存調整時間加長 但是AI還是好棒棒 可是重點來了 假如是這樣子的錢 我覺得有時候都事後解讀 那我問大家一問 假如真的是這樣 那AMD在跌什麼 NVIDIA今天就不用跌了 為什麼大家全部每股的AI 其實都是出現回檔修正的一個走勢 對 假如是這樣 然後就不需要了 因為這個消息是在昨天下午就知道了 那美股的反應它不是這樣子 可是台股的部分來講 因為台股其實本來就是人來瘋 有時候好的時候就上去 有時候不好的時候就下來 會超漲超跌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們看一下 你先看一下2357的一個 華碩的部分 你看它的一個分時走勢圖 好看分時走勢圖 其實應該說 我覺得因為台灣的這些AI的概念果 真的太多了 那其實大家也知道 這一波的主流類股就是在AI的族群 對不對 這一段時間以來 比如說從NVIDIA公布完財報之後 其實到現在AI還是盤面上的一個主軸 假如這個主軸真的大部分都往下摔 那我相信指數肯定 它的回檔的修正的壓力就會非常大 那當然因為它的族群夠多 個股夠多你知道嗎 所以只要一拉幾檔股票的時候 大家突然之間就有想 當沖隔日沖的你知道嗎 就又會想買好 那我看一下 其實你看一下今天 今天其實AI會上來最主要的工程 其實一開始就是華碩啦 就是華碩 對 因為明君剛剛有提到 因為華碩也跟AI有關係 你知道嗎 它要拿NVIDIA的晶片等等對不對 然後它跟你講說滿單 到明年 對 今年第四季會開始出貨好 那所以呢 你有沒有發現 今天大盤是開低的 開得滿低的 開很低 可是重點它就開高 開高完之後 棒 鎖住漲停板 它一鎖住漲停板之後 其實也不用鎖 就開始拉的過程當中 有些股票就開始也跟著起來了 因為有些人會看嘛 有沒有指標股出來 那很明顯的 今天媒體寫的就是寫華碩 所以它要拉長一點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你比如說像2421的見準 對 見準 見準是不是 開個小低之後 就開 棒 就拉起來了 衝好快喔 對 因為華碩已經上來了 你知道嗎 好 來 另外一檔 你看一下3035的智遠的部分 這個也離譜 是不是也是一樣 棒下來就 今天也是媒體點名的 那當然摩根斯林裡 也有調高它的一個 目標下的一個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 那當這些都上來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 你像2382的 廣達的部分 這些來講 說真的它還沒這麼強 它還在平盤以下 還是一段時間 結果你看一下 就衝起來了 就是大家看到指標股出來之後 就開始去追逐這一些 所謂的熱門的一個個股 所以才帶動 那你比如說像看 2356的一個 音業達的部分 對不對 分盤交易 它也是之後才上來 就是說 其實因為有指標的 個股往上領去 所以整體的 AI的部分來講 它還是維持著熱度 因為假如不維持熱度 整個大盤 其實指數回檔的壓力會更大 所以短線上來講 其實這一塊來講 我覺得當然 它還是有一些個股 它會進行所謂的 輪動的一個走勢 只是說 在操作上來講 有些股票說真的 真的漲比較多 你有可能一震盪 你會比較容易出場 所以在這部分來講 你就應該尋找 相對上來講 比如說股價禁止比低的 本益比低的 那在同族群當中 其實它的 比較落後 對 比較落後的 具備比價的一個效應的 老師 那這樣子的話 比較落後的 華碩可不可以 對 華碩的部分 好 你來看一下 我們從K線來看一下 其實你把它縮小一下 因為很痛會把它 跟這個技嘉來做比價 對 沒錯 就是說 其實以它來講的話 它的股價 假如你跟技嘉做比較 其實說真的 你從去年 223漲到現在 333 其實股價也沒漲多少 你打2376的一個技嘉 好 看2376 技嘉的股價當然它就漲 用噴的 對 它當然後面這一段來講 就漲很多好 那華碩的部分 我們再打一下華碩的部分 其實華碩今天會漲另外一個 除了媒體之外 其實有一個重要的原因 雖然第一季是虧損沒有錯 可是重點是 它以今年第一季來講 它的美股進值也高達290幾塊 那你290幾塊的話 說真的 大家一看到的時候 至少會認為股價進值比 相對上來講 又是進值比的關係 對 就是比較低嘛 你漲幅又落後嘛 所以新聞一寫的時候 大家就去做追價嘛 當然 因為它都沒漲到 對 因為它這邊 那你像2353的一個紅漆的部分 2353 一樣品牌的 它也上來 然後可是重點來了 又下去 可是這種相對上來講 你看從21塊漲到 這個也漲過一倍了 那你2357還沒有 所以短時間獲取 2357這個地方 可能有點機會 有機會啦 我覺得 2357 然後再打回去2357好了 我們看一下 因為它的籌碼 相對上來講也比較安定 所以我覺得應該 這種股票應該還是會有機會的 好喔 老師提醒了 由於華碩的部分 當然是說急掌也不要做貿然追擊 但是畢竟它的位階 跟它的漲幅相對落後 如果說AI這個題材沒死的話 沒有熄火的話 還是可以做留意 另外看一下今天其實 這PCB族群 也是因為受到了早上這個AI 台積電開低 大盤開電影響 早盤都殺得好可怕 不過我們看到2383的台光電 今天早盤最低它打到299.5 你突破了300顆 可是卻硬是拉了一根紅K棒 老師怎麼做觀察 對 其實你看一下 其實像這種股票 真的你從4月底到現在 150 漲到現在也大概300多了 其實這個也都漲了一倍了 但它投信一直一直 對 這個投信你看一下 我們下面打投信 點滿到數不出來了 對 沒錯 你看一下 其實你看投信的部分來講 其實投信是沿路滿 那它的成本相對上來講 我們隨便找一個均值好了 大概是這個地方 其實股價來講的話 離投信的成本相對上來講 拉得滿遠的 那淨值的部分 大概60塊好了 好 那6274的一個台藥的部分 之前我們也跟大家講過 其實你看627 這個也漲過一段 投信有買有賣 最近在買 好 2368的一個金像電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 股價來之前投信也有買 那現在來講的話 股價其實說真的也滿強 好 那其實我講結論啦 就是說以這一塊來講 PCB的一個部分 其實大家可以留意的是 漢語箔的部分 因為為什麼 你看一下EPS 這幾個第一季來做比較 其實漢語箔 大概跟台光電差不多 然後比金像電還來得高 淨值的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4.7的第一季 對 你看一下 跟台光電差不多 跟金像電的部分來講 大概多了它快接性一倍 對 一倍的一個水準 可是你看股價 一個181 一個324.5 一個才47.5 這個還低於它的一個 第一季的 每股的一個進值 那欣欣的部分來講2.7 那每股進值62.2 那漢語箔其實很簡單 因為6月份 其實你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我是69漢語箔的一個股價 是69 你看一下6月份的時候 其實股價慢慢上來了 大股東還敢在這個地方增持股票 就是還敢買他自己家的公司 那你覺得呢 怎麼可能 不太可能這個地方就結束了 那你看一下 投信的部分來講的話 是買這邊 然後之後來講的話 也是又買下去 所以我們把它的均價來講 畫這個地方好了 今天有沒有發現 它現在的價位 剛好是投信的成本附近 所以投信我覺得 它也不會去到貨啦 我覺得也 會救一下 對 基本上來講 應該會去做拉台的一個動作 然後你的股價 現在離投信的成本 已經非常遠 漲非常多 我覺得就 那另外的部分 對 它也有伺服器的部分 你看它網通戰178 伺服器 它也要往所謂的 AI伺服器這一塊 來做所謂的一個發展 所以 包含佈局的AI Server等等這一些 所以我覺得股價這個地方來講 其實是有機會的 好 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成熟製程晶圓代工廠 下半年遇到逆風 那前幾天這個 立基店給大家的訊息 也是比較保守 那老師我們怎麼樣看 這塊的這個題材呢 對 沒錯 我想這個 當然就是成熟製程 相對上來講真的比較好 那看到這個就想到 3035的新興店 新興 3035 對 因為我就想要問老師 致遠 對啊 不是說成熟製程有逆風 憑什麼 致遠今天可以拉到漲停板 當然也是有大謀出報告 對 但怎麼會跟大家 對於市場的理解 先進製程很好 從製程衰退 他還可以出一個 其實我覺得就是 比價的效應 其實就真的是這樣 因為創意跟四星KY 真的長太多了 所以大家有可能就往致遠去 不然其實大家也知道 致遠基本上來講 跟AI等等這一些高階的部分 因為他是跟聯電做合作的 那當然今天會長 除了大謀出報告 就是因為今天媒體也寫 他又要跨路 可是講真的 這個要做這一些高階的 也不知道要花多少時間 其實我覺得 當然可是氣勢來了 或許股價有機會 可是我覺得 這種股票 盡量不要去做追價的一個動作 好 感謝趙莉老師 今天針對的這個AI概念股 還激電熄火 不過其他的這個小兵 陸續點火的方向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老師認為 華碩的部分有接近AI 第四季開始出貨 未來會大爆彈 他的位階算低 股價漲幅也落後 如果真的想要操作AI概念股的話 可以從這個華碩 拉回做介入 或者是這個 股金比比較低的 這個漢語波來做介入 那同學們 如果對這幾檔個股 有任何問題的話 您都可以參考 畫面上面我們這個 趙莉老師的大頭娃娃 下方的QR Code 跟老師加個朋友加個來 剛才裡面講的這個個股 有點到名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在Light裡面 都可以做提出 老師有空的時候 會跟同學們做分享跟討論囉 媽? 妳看起來